万象世界纷繁变化 是简单还是复杂 是黑暗还是明朗 谁对谁错 谁在乎 欢迎来到小冬有话说 在乎的人一起聊聊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请点赞和分享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三期的小冬有话说 我们来凑一个热点 讲最近的世界杯 在日本的一场 最后一场比赛 他们在94分钟输掉比赛 应该是非常沮丧的 然后他们还最后 感谢了到场的球迷 然后清理了他们的更衣室 和替补席的这一切的东西 然后接受了媒体采访 然后还用俄语 暖心的留了一张谢谢的字条 然后放在了更衣室里 然后被一个记者 发了一张照片发出来以后 国内一片哗然 当然说不只是国内 像什么西班牙 像什么德国的媒体 都转发了这个 新闻 然后大家都很感慨说 日本的做事的风格 日本足球的这种水平 和为什么这两年进步的这么快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辅助的一些新闻 是叫日本球迷 也会在赛后 然后去收拾他们的看台 这不是说跟中国 中国人在做对比 这也是跟世界所有的人 都在做对比 我今天就特别想聊的内容是关于的日本的下一个人的精神 一些简单的思考 我认为 日本对当时的做法呢 就是基于这个日本的下一个 下一个人的精神 来做出的行为 什么叫做日本的下一个人的精神 然后我们来举个例子说 之前有一个朋友 他在日本的那个银行排队的时候 然后他随手拿起一本绘本来看 然后这绘本是专门给小孩子读的那种绘本 然后讲的是有一只小熊 然后拿着一只一个筐子 然后里面装着他自己踩的巷子在走路 然后他刚好他走累了 刚巧看到一把椅子 然后椅子上面写着 doso 然后于是他就在椅子上坐下 休息了一会儿 那个谁想呢 来了一只小兔子 他也饿了 小兔子很饿呢 他看到了巷子 然后就是刚才小熊背了巷子和doso 然后他就吃了起来 吃完了以后 他觉得好像 我吃了这个东西 但是这就再没有了 下一个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然后他就去采了一些葡萄 放到框里 然后他就高高兴兴的走了 然后下一位呢 来了一只小狗 小狗呢 看到葡萄和doso 然后也高兴了 吃掉了 吃掉了 也是在想说下一个人怎么办 于是他就采了 很高兴的去采了一些蘑菇 放到里面 这个儿童的故事嘛 然后他各种动物不断的 就是往复这样的桥段很多 然后最后一个好像是一只大象 然后他采了栗子放在里面 然后小熊最后睡醒了以后呢 发现了说 我这个巷子怎么最后变成了栗子了呢 然后就高高兴兴的 带着他的变成栗子的巷子走了 然后就这样 这就是他们那个特别简单的故事 这是一个日本从小教育小朋友的这么一个例子 他在教育教育小朋友们做事情的时候就要想着下一个人 这就很很容易联想到说 我之前听高小松先生讲过 他在日本听演唱会的时候 跟欧美演唱会有什么区别 就是在演唱会之后十万人的演唱会会排一两个小时的队 然后去做垃圾的分类 走的时候地上连一张纸片都没有 他当时说 这可是摇滚演唱会啊 听摇滚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到最后听完演唱会的时候是这么一个情况 也让我想起了自己在日本旅行的时候 然后日本公园那个长椅的干净的程度 就给小朋友玩的那个公园 然后那些干净的状况 然后还有日本的公共卫生间的那个干净的程度 会让我更容易理解一些 他们为什么日本的卫生间里面会贴那种 为了你的下一个使用者 请保持卫生这样的标语 为什么我 其实我不太愿意看足球呢 因为看足球就老会联想到国足 但是联想到国足是一个特别杀风景的事情 就好像做这件事情 你总会不自觉的拿来看日本 然后看日本人怎么做的 然后拿来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做对比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 我不想延展开去说 延展开去说是有些扫兴的啊 我经常开车 然后在道路上的时候 你的前车它转弯的时候 它不会打转向灯的 好像就是为了省电一样 转向很随意 你后车请自己注意 出了事反正是你追尾 OK 责任是你的 这也好像是在为下一个人做着想 对吧 把甩锅甩给下一个人 公园的就是各个角落里的人类活动的留存物 这个就大家自己去脑补吧 还有被贴上仅供个人使用的共享单车 你说奇葩吗 被贴上个人仅供个人使用的括弧 共享单车 我真不知道他们在他们脑海里 在贴这些人的 在他们脑海里到底是这个车 是他个人的车 还是说天上掉下来一车 还是说 是叫共享单车 我有些时候我理解不了 他们脑海里这个架构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往大说一点 无节制的借债的地方政府 无所谓啊 我这一届的政绩做好了 我升官发财 欠下一屁股债 下一届政府来还 他们也是为下一届政府做了特别好的考量 他们是在算计下一个人 就是一副那种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这种姿态 这种姿态其实挺伟案的 说到这儿啊 我一向是不是一个就是 惯于拿出一个外国好的 然后拿出一个国内不好的来说 告诉你说 国内这些人做的到底有多么垃圾 然后OK 贬低一下 然后我自己爽 大家听一下 觉得有共鸣 大家也爽了 然后就OK了 我们往深挖掘一下 我们国内的主流的价值观 主流的价值观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 不是社会主义 什么八荣八尺 什么富强民主文明之类的这种东西 其实我们社会上普遍指导 大家去行动的那个规则 还是儒家的那些要求 但是儒家的要求 跟日本的这个 他这个下一个人的这种精神 他是来自于等级制 来自于一种对秩序的追求的这种 这么一个精神 然后他这种在对比过程中 他有一些不同 就好像儒家的要求和这个精神的要求 他的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儒家的要求啊 我们流传下来的是这样 首先以前的十字率就不高 儒家的要求是对文化人而言的 而文化人是中国贤人政治的核心 也就是他们其实是中国的核心政治力量 但是他们其实是特别小的一撮人 即便这一小撮人能达到的那几个圣人 总共也没几个对吧 能达到的又是少之又少 所以儒家的要求 他们针对的对象 本身就是非常的小的一拨人 但是日本的这个等级制延伸出来的 这个下一个人的精神的这个要求呢 他不是针对社会顶级精英 你们就要follow这些 然后普通人 你们有一个更低端的标准这样 他不是的 他是要求所有人 所有人 就是从上到天皇下到普通人 第二点 他要求的标准也不一样 严格意义上讲 儒家要求的 儒家的这个要求啊 就像什么忠孝礼仪 节替之类的这种东西 他是对个人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而且是一种内向的要求 是一种少少能用外界标准去衡量 但是你需要从内心去衡量的这么一个一个标准 这样的标准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 已经像类宗教的这种要求 但日本的这个要求呢 他会低一点 先天结构上会涉及到说第三方会怎样 然后下一个人会怎样 这样的要求就是先天结构上就会把它拉低一个层次 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大量的引进西方的价值观 但是普通人他并没有系统的去学习这样的价值观 像自由之类的就学了一个皮毛 什么我的钱 我做主那我买的东西我爱扔扔 是吧 爱道道关你什么事啊 这种论调大行其道啊 他他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 什么crooked timber之类的这种像曲目精神 就是以自己为曲目 然后不断的雕塑雕塑自己 为了人家是为了上天堂 我们没有学到其中的精髓 自由之中有对有向内心求索的这种追求 西方也有也是闲人政治 他对普通人的要求也不是这个样子 你以为就是学到了一些自由之类的 就开始装模作样 然后就开始得意洋洋起来了 这个好像有点怪 不怪罪个人啊 我只想这样讲 我们不排斥儒家也不排斥经典 就像就好像王阳明先生是我的偶像一样 可是我想说 当我们的精英在设计价值取向 引导这个社会风潮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设计一个为了普罗大众 是不是可以像日本这样 有更多可以操作的 针对普罗大众的 就是最广大那部分的人的价值观 就好像你的设计的时候 你设计的针对的对象就是这些人一样 而不是只是拿出一个特别先锋的旗帜 然后你在前面摇旗大喊说 大家要向这个方向看齐 我有可能做到了 然后大家要努力啊 对于很多人来说 大家就是 现实就是 我做不到 这个好难啊 然后最后把这些东西 树枝高阁 敬而远之 我想我们可以做的更多 OK 这就是本期的小动有话说 谢谢